李宗仁希望傅思年在国共和谈中助他一臂之力 但傅思年对和谈根本不抱希望 他回信说 共产党之行为时不足以理喻 共产党本为战争党 以往上如此好战 今日走上风 时无法与之获得和平 今看共产党的态度 下列术士至为明显 一 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 只与地方谈和 以实行其载阁之策 绝不以人民为念 二 绝对走苏俄路线 受苏俄指挥 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三 对多年长兵服者必尽量摧毁 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 比翼一样看待也 傅思年继续写道 在此情形之下 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 致以尽已 致以尽已